我现在已经到露营地开始露营了 刚才切了个牛肉和土豆 今天晚上准备做个大餐 牛肉炖土豆 但是我不太会做啊 我就是大概按照我自己想象的 然后再结合一下上网教程吧 看看一会儿做的怎么样 牛肉已经放进去了 待会儿煮一会儿 把这个土豆也放进去 这个牛肉是我从家里面带的 土豆也是新买的土豆 待会儿等煮的差不多的话 就把土豆放进去 有点像煮火锅的感觉 因为我不想在室内开火了 所以我直接用电来煮这个牛肉了 不知道怎么样啊味道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当下小白鼠吧 反正所有的料都往里放 待会儿煮的差不多的话 把土豆放进去 而且这次我没有用房车的这个电 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是我新买的一个户外电瓶 叫薄露D 我觉得这个电瓶的颜值还挺高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使用 而且这个是1000瓦的都能带的动 等到以后慢慢的 我会把这个使用心得反馈给大家 一边看电视 一边煮牛肉 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 我又准备了一个青红辣椒 好香啊 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 刚才把它转成小火了 慢慢炖吧 这个牛肉应该慢慢炖比较好吃 哇 好香啊 我现在开始把土豆放进去了 还有辣子一块放进去 我感觉这一大锅能吃好几天了吧 能吃好几顿了 好几天不用做饭了 把辣椒再放进去 我现在再加点这个水腐焦粒 因为我这家也比较喜欢吃 水腐焦粉 三位五等能力上十五分钟 再蒸一会儿吧 可以吧 就可以吃 我的饭已经煮好了 一碗米饭 一个香肠 还有一个炖牛肉 感觉很美味的样子啊 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这个相况哪里一直在掉啊 算 我还是改天需要买一个别的焦粒 一天掉好几次 今年的这一餐感觉太丰盛了吧 太完美了 突然间好想弄点小酒喝一下 等一下 整个小酒 整个这个冰镇的吧 其实这个没什么度数的 好冰凉啊 嗯 我觉得有点丰盛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看过 吃了这么丰盛 尝尝我的手艺 这是蒸香肠的时候呢 就是把它跟米倒搬来一起蒸了 正好切一下就可以了 太满足了 表现好像满足感呀 我再轻点 自己自足 自己自足 然后自己炖的肉自己吃 还尝尝这个牛肉啊 其实这个牛肉是我用来煎牛排的 今天先炖一下 哇 非常厉害的 其实目前为止排名第一位的是 安倍联合创始队 新纳两个创始队 暂时位列第二 嗯 好吃啊 太有食欲了吧 来 干杯 走一个 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了 你要相信 就是一个从来没做过饭的人 然后一做起来 这个味道绝对是 你想象不到的味道 也有可能是我现在饿了 吃什么都觉得好香啊 好了朋友们 那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拍到这儿了 我待会儿吃完饭 出去三个步 就打算睡觉了 今天晚上就不开车了 喝酒不开车啊 好了 拜拜 明天见 大家好 我是李小森 有很多朋友问我 就是房车的黑水箱啊 和污水箱是怎么处理的 现在我就给大家拍摄一下 黑水箱的排放情况 其实玩过房车的人 应该都知道 黑水箱呢 就是比如说你上厕所呀 那些水是比较脏的 但是污水箱是不脏的 因为污水箱基本上就是你 洗澡啊 那些洗脸啊 洗澡水 所以说如果你排放黑水箱的话 必须要找一个有地漏的地方 现在我给大家拍摄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黑水箱的排放了 这儿有一个地下井 然后直接排出去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个车是新能源的车 它可以就直接排放 比较节能一些 有的车的话 还需要把它拎出去 拿到厕所去倒掉 就很麻烦 这个呢 就是污水箱的排放了 污水箱基本上让我已经排完了 因为污水箱的水是比较干净的 所以是可以排放的 车前面有一个按钮 直接按一下就可以排放了 又开始下雨了 所以路上感觉下了好几场了 不过下雨还好一点 下雨车没有那么热 因为房车和小轿车它是不一样的 它需要更多的爱护 如果说太热的话 它可能就发动机就有点受不了了 就有点暴躁 所以基本上我选择在这种 天气比较好 比较舒服的情况下开 如果白天特别热的话 我就选择不开了停了 等到晚上凉快一点的时候再开 上一次就是这样 白天特别热我就没有开 一直到晚上天凉快点我才开 结果开着开着就狂风大雨 这路上这个雨走走停停的 基本上我一路就开在80迈左右吧 我不想开 因为车后面装着5吨多的东西了 开太快的话 我怕把我的加油电器都给蹲坏了 其实房车自驾游就是这样 需要开的稍微慢一点 慢慢走吧 不着急 然后随时累的话就随时休息吧 把车停在这儿 在这儿露营了 我把我的躺椅也搬下来了 露营的时候可以躺在这儿休息一下 休息完了之后打算今天在户外吃个饭吧 今天开了三个小时的车 然后躺下来休息一下 我这个糖衣买得太舒服了简直 待会打算在户外吃个饭 现在温度也刚刚好 北方的温度就是凉快一些 太舒服了 我躺上还有点凉呢 估计现在户外温度也就是21度左右吧 我这是第一次来吃我这个小卷桌 买得太吃了 买得新了 准备在户外做饭了 这个也是我一个新买的燃气灶 第一次使用 今天准备做一个青椒炒肉 然后再凉拌一个西红柿 就OK了 我的菜炒好了 一个青椒肉丝 一个凉拌西红柿 这个西红柿是冰冰凉凉的 肯定特别好吃 我的大餐开动了 也太好吃了吧 谁种的西红柿 这么好吃 这边刚下过雨 所以空气特别的好 人生最美的时刻不过如此吗 再拿上我今天自制的冰饮料 这个是落神花水 然后再加上红柚 放到冰箱里很凉快 我现在有点后悔 没把我的投影拿过来了 把投影拿过来 直接可以在这看电影了 我打算明天睡到自然醒 如果天气好的的话呢 我就继续出发 继续往海边开 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 我就打算等到晚上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再出发 不过这两天 我觉得北方的天气真的很凉爽 今天开了还挺久的 因为今天一天都在下雨嘛 好了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啦 拜拜 拜拜 三明治 南半新和室 还有一杯咖啡 今天早上起来之后 天气有点热了 然后我就打开了空调 简单做了一个早餐 这是我自制的三门治 我还放了发烧酱 鸡蛋 吃了血 还有发烧酱 基本这个吃完我就饱了 我记得上次有个朋友问我 说这个车 黑水箱呀 污水箱呀 其实一台房车里面有三个水箱 一个是清水箱 一个是污水箱 一个是黑水箱 清水箱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平时洗脸呀 洗树呀 洗菜呀 洗澡啊 这些用的水 但是基本上是不能以用的 基本上比如说我是在服务区加水的地方 就可以加到了 它可能一般不能以用 如果想喝水的话 还需要找植饮水 或者是去超市买一种大种的水 污水箱呢 就是你洗完澡啊 洗漱完的水 那有一个存储的空间 这里面有一个污水箱 但是污水箱里的水是不脏的 基本上就是可以排放的 黑水箱里面的水就是 就是比较脏的了 所以 但是一般房车的这个黑水箱的水啊 很大部分都是需要把它提出去 然后倒到厕所 就看有公共卫生间 把它倒下去的 刚好呢 咱们这个车是新能源车 不用我这样 把它拿出去倒掉了 因为那个真的好沉好沉 你来到厕所再拿回来 我觉得会消费很多体 因为我之前看过 和房车女司机 就提着那个黑水箱 我特别费劲 我现在就可以省去 这方面的烦恼了 我觉得还挺好的 直接找一个下水道口 直接就排掉了 而且我那个管子是特别长的 如果没有刚好的下水道口 我可以把那个管子拉出去 拉到一个花坛里面 是给花坛吃吃肥 现在有时间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新能源车和这个油车 它的好处和坏处吧 大概说一下 因为新能源车嘛 那顾名思义 它就是比较节能一些 就是像我这个增程式的 油电浮动的时候 它就是通过这个油 因为我是加了汽油 它是通过汽油 然后来转化成电 基本上我开的时候 它的暴躁的声音不大 就有点像开电车的感 但是我不能开得特别快 比如说我开了100% 那这个时候 它的油 就供不上它的电了 所以说开着开着 越开电越少 所以开到七八十麦刚好 我现在这个电的话 基本上就保时在六十多 这不动了 上不下了 这个是刚刚好 路上就是这样 一路有美好的风景 然后这个雨是一会儿下 一会儿又不下 如果是油车的话呢 它可以在行驶的过程中 能行驶的 肯定比我的快一点嘛 我觉得 开到100万 应该是没问题的 其实本身房车 没必要开到 但是油车 相对于这个新能源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 它是就是有老火了 特别费油 估计像我这个五吨以上的话 就得15个油以上了 是非常费油了 但是像这么大的车 基本上就是会加产油的 我这个车百公里的话 就11个油多一点 不到12个油 五吨的车 我觉得还是非常简单 这波儿雨又下大了 下大也是挺舒服的感觉 我挺喜欢下雨天的 风雨彩虹 这首歌突然间觉得 有点适合我 风雨彩虹 铿枪玫瑰 风雨彩虹 铿枪玫瑰 在队友想太多 重复自己去背 红雨彩虹 铿枪玫瑰 中红丝海 向天涯永不可悔 马上到河间了 听说河间的流入火烧 很出名啊 要不要去感受一下呢 要不要去尝一下 近天津呢 天津的路好宽嘛 之前我也拜天津上过班 工作过 这次再来感受一下 怀念一下 这个大马路上 没几辆车 真爽开着 这一路上真是风雨彩虹 开了一路都是雨 到了这之后 竟然出太阳了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半 刚才那个雨大的呀 你都看不清录像了 视线都有点模糊了 刚下完雨的天气 真的很好 很湿润 走了 待会儿去找个 舒服 开始做饭啦 那公子 我会不会在这路上 你听说 你听说 你在这路上 在这路上 你听说 这路上 我能够呆 你听说